我認為他這一次的做這個演習的 騎乘的準備非常的緊迫 非常的快速 可以知道中共的集戰力是非常的強大 超乎我們台灣的想像 他這一次由520到523 就三天的時間就準備完成 立刻宣布立刻實施 23號、24號 兩天的我們講的困台軍演 聯合力艦2020A 他將來可能還有B還有C 將來會變成常態新 為什麼後面加一個A 就知道後面還有B還有C要做 這個以後變成常態實施 我們台灣要有這方面的心理的準備 現在陸方是發佈了對台軍演 可不可以幫我們分析一下 他現在的意義是什麼 然後預估可能會有多少陣容 然後扶動多少架次 然後跟上一次像是裴洛西來 不是也是有四環台軍演嗎 兩次的差異在哪裡 對 這兩次的差異 我們看上一次裴洛西來台 2022年的8月1號開始 到8月3號 然後8月4號到8月7號 緊急的就是圍台軍演 這一次是困台軍演 把台灣鬼困住 因為這一次包括的 不是光只是台灣 也包括外島 包含東引 馬祖 烏丘 金門 所以算是困台 因為這樣的話 完全就變成 以前是獨立作戰 現在變成要孤立作戰 因為彼此沒有辦法 互相應援 外島沒有辦法應援他 那台灣也沒有辦法 由外島來應援台灣 他完全變成困台軍演 所以他可以知道 由圍台軍演轉為困台軍演 就是情勢比以前要來得更高張 那在這地方我們可以看得很出來 然後台灣有五個圈圈 有北中南 東都有 它五個圈圈圍起來 而且距離更近 然後第二個 它這一次不會有飛彈射到 日本的經濟海域 所以你看這一次在花蓮好近 為什麼 因為它避開經濟海域 所以往花蓮這邊靠近 所以花蓮那個區塊是距離最近的 對加山壓迫是最大 因為它知道那是我們的戰略 這個預備中心 那個地方有我們的山洞的機庫 重要的陣地在那個地方 所以它重點 自重點於花蓮 把花蓮牽制住之後 它沒有辦法對所有的台灣 其他地域做支援作戰 所以這次困台軍演的模式 非常的清楚 把花蓮牽制住之後 台灣各個地方也只能孤立作戰 它這個非常的清楚 另外第三個 我認為它這一次的 做這個演習的騎乘的整備 非常的緊迫 非常的快速 可以知道中共的集戰力是非常的強大 超乎我們台灣的想像 它這一次 由520到523 就三天的時間就準備完成 立刻宣布 立刻實施 23號24號 兩天的這個 這個我們講的困台軍演 聯合力建2020A 它將來可能還有B還有C 將來以後變成常態行李 為什麼後面加一個A 就知道後面還有B還有C要做 這個以後變成常態實施 我們台灣要有這方面的心理的準備 那這一次能夠那麼短的時間 三天時間之內就整備軍演的完畢 它在軍備動員 物理動員 人力動員 軍事動員 心理動員 這方面 它的準備是平戰式結合的 我們千萬不要輕敵 另外第四個我們可以看到 它這個是 將來是外科手術師的 將來對台灣的是有言轉戰快打速決 它以後將來會常態的在那邊做演習 然後哪一天的話就有言轉戰 有點像烏克蘭的模式 然後快打速決 因為它知道烏克蘭戰爭 讓俄國陷入泥鬧 那這次在台灣的話 聯合力建演習將來會迅速躲倒 那在這個狀況下 那我們要怎麼樣去應對 這我們要深思熟慮的 第五個它看出台灣 已經在新防上不會動員 因為新防動員會兩票跑掉 選票跟股票都會跑掉 不會做新防動員 那不會做新防動員已經變成 由溫水煮青蛙模式 進入滾水煮青蛙 那滾水煮青蛙 我們台灣在這方面 是毫無招架之力 那因為我們台灣在這方面 心理上已經逐漸接受 共機共建在台灣周邊的活動 現在也會慢慢逐漸接受 中共在台灣周邊做演習 那這樣的話哪一天它就會 觸不及防 游言轉戰迅速奪台 斬首成功 會有這個狀況 那有預估說這次可能 陸方會出動多少的陣容嗎 可能像是雞啊 就是共機共進 可能出動多少架次 那就是第一次的時候 軍演是持續讀久時間 那預估這次可能會持續多久 因為它這次要持續兩天 會非常快結束 但是會有大兵力 比上次裴洛西的規模要大 而且我問我會有兩個特色 第一個 它會大量的使用無人機 不管是真打一體 無人機還偵查無人機 它都會做使用 因為這個無人機的 在烏克蘭戰場 甚至在 里巴衝突的時候 當面的哈馬斯也用無人機 伊朗的報復也用無人機 那中共的微軟機 也會大量使用 而且中共的無人機 第一大製造國 生產國還有輸出國 都是中國大陸 它不管真打一體 或偵查型 或者是高空型的 它都會全面來應用 無人機 第二個它會展示火箭炮 因為我們這對台打擊有三個 第一個火箭炮 第二個巡弋飛彈 第三個導彈 我認為火箭炮 對中國來講 它已經成熟了 它的成熟度 是因為精準定位已經成熟了 它可以類似導彈 跟巡弋飛彈的精準定位 火箭炮是非常廉價便宜的 只要有一些衛星導航 或者是慣性導航 就可以精準對目標做打擊 那我認為它在這一方面 它會三彈一機 一機就是無人機 三彈就是火箭彈 導彈 巡弋飛彈 這個是它演習的一個重點 它會做這方面的火力展示 在演習的區塊 它會對海上的目標做打擊 那至於海上目標這方面的 打擊的狀況如何 我沒辦法蒐集 因為它在海上目標做打擊 也就是模擬將來 對陸上目標做打擊 海上目標可以做精準打擊 陸上目標就可以了 因為海上沒有辦法參考點 陸上是有山脈 有地形 地物的參考 海上是沒有 它對海上目標做精準打擊的時候 就可以做這個陸上目標做精準打擊 而且這是火力演習 那這次不是只是一個實兵 不實彈 它只是實兵而且實彈的演習 那這對台灣來看 是恫嚇的一位比較濃厚 而且這個戰機的數量 跟軍艦的數量 都會比在裴洛西 上一次聯合演習的來得多 你們宗主恩 你們